好吃吧 好吃再吃一下 我亲手给你做的饺子 哪儿像你这样 去去去去去 又像你这样的 谭和林还瞒着我 他总朋友好朋友 你们见过 喂饭哪好朋友啊 明白 你要是妒忌我爸 有这么多朋友 你也找一个 我妒忌他 我是吃醋 他没娶老婆呢 就瞒着我 我有什么好瞒的呀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又来了又来了 普通朋友 有喂饭吃的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我跟张老师不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了 这一动一进互补呀 不行 张老师那人太动了 他说太活泼了 过分热情 不是不是不是 热情好 热恋热恋 不热怎么练 凉了呀 对不对 这什么真是 这一把年纪 还热恋呢 我跟你说啊 这个头脾气就不错了 你们这个年纪怎么了 怎么就不能热恋了 对呀 那张老师看那眼神 就像那个小姑娘情斗初开 看着你 对对对 她开她的 我是开不了了 你就不能耽误人家 让她找合适的 他们去情斗吧 你点开你点开 不好意思了 行了 你就别说李爸了 李爸要觉得不合适 就算了 我觉得这个张老师 性格挺强势的 挺主动的 李爸要跟他在一起 别再受欺负 就是 能强势到哪儿啊 再说了 谁能欺负他 林爸 你怕说忘了 陈婷阿姨吧 你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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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算了 算了吗 我觉得啊 你还得找一个 性格软和点的 这样呢 我还能到家来吃饭 合着咱俩这么多年 你就涂着吃口饭是吗 那我还涂你什么呀 得 饿不着你 去面馆 一天三顿面 撑死你 你看这没良心啊 没娶老婆 那就不管我了 你看看这 这副嘴脸 行了 你们别逗嘴啦 马上我哥就要生日了 你们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 我都跟同事换好班了 那天啊 我跟你爸 一块给你们做饭 好 做蛋糕这事 我当然不让 真的必须啊 那尖尖你负责点什么 吃啊 你就不能吃啊 你就不能吃啊 你想吃肉不好 你不能给哥吃